从来没有一种体育运动会被骂的那么惨 说他是洪水猛兽 是精神鸦片 谁喜欢谁就是loser 是坏小孩 甚至呢得了一种需要电疗的精神疾病 可是他呢也在杭州亚运会首秀 不但有央媒发文助威 称他继承了中国体育精神 还有几只所高校设置了专业 连国际奥组委也在考虑邀请他加入奥运大家庭 在新建产业的背后 有他的经济效率在驱动 在血腥的俄乌战场 也有他的影子在战斗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 曾经的逃学少年从叛逆到成熟 现在终于考上了编制 他就是电子竞技 截止到今年6月 国内呢已经有191家电竞俱乐部 观众规模超过了5亿 全球电竞人口接近20亿 潜力与规模已经是逼近足球了 不同的是这次中国才是第一大国 2005年的新加坡 一个叫sky的中国选手 栗战群雄身披国旗赢下了世界冠军 三年之后北京奥运会 sky当上了火炬手 电子竞技也成为正式的体育项目 sky呢也被称为中国电子竞技第一人 他的本名叫李小峰 河南汝州人 曾经也是堕落的网瘾少年 为了玩游戏啊 不吃早餐 中考考的一塌糊涂 流浪街头不敢回家 甚至每天只能吃一块钱十个的水煎包 靠着免费汤喝到饱 只为省钱去上网 因为只有游戏事件 才能够给他认可和成就感 那个时候网吧满地烟头 空气酸臭 光线昏暗 李小峰呢扎在了一群 蓬头垢面的少年里 对着屏幕如痴如醉 跟各路的高手过招 为了300块钱的冠军奖金 通宵苦练 累到瘫倒在桌上 故事听到这儿 基本上就印证了电脑游戏 它就是个海螺鹰 是洪水猛兽的说法 2004年 命运的齿轮呢开始转动 打游戏已经小有名气的 李小峰揣着父母给的500块钱 加入了北京的一家电竞俱乐部 月薪一千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经过一年的反复磨练 李小峰呢成了连续斩获 05 06两届WCG世界总冠军的中国人 而且还接到了北京奥运会的邀请 跟周杰伦一起拍了广告 当他把奖金全部寄回老家 在老家盖起五层小楼 改变的不只是街坊邻居的眼光 还有历史的进程 SKY置于中国电竞呢 就像是姚明置于中国篮球 因为他大家才知道 原来一个臭打游戏的也可以赚钱 也可以出人头地 这个时候看到机会的 已经不只是底层的陶穴少年 还有一些顶级的富二代们 2011年王思聪手握着爸爸给的五个小目标 振臂一呼要强势进入整合电竞 有钱又二玩的各路公子哥们 很快就允许如此 随着二代们的进入电竞战地遍地开花 电竞产业就像NBA中超一样 有俱乐部有联赛有转会市场 还有豪门的恩怨清仇 跟网吧游戏的鸿沟也开始越来越大了 18年雅加达亚运会6个电竞项目入选表演赛 职业选手们出众的技术 团队协作和临场应变能力 离不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吃福 跟传统体育竞技也是越来越像 邓亚平的儿子小林从小就爱玩游戏 梦想也能够成为电竞世界冠军 但是他见识完几大顶尖电竞俱乐部之后 他才发现原来电竞职业选手的训练量 比打乒乓球还要大 赌王之子何游军就说 电竞和传统体育 传统娱乐已经很难有分割线了 如果你问为什么 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时间 因为那一代爱上网吧打游戏的年轻人 已经长大了 80后进入了30岁 90后进入20岁 用手机直播看电竞比赛 就像是打开CCTV5看天下足球一样 2019年有平台花了8个亿 买下了英雄联盟S赛 中国三年的独家直播版权 而当时中超一年的转播费也才3亿 2020年DOTA2 TI10奖金超过了4000万美元 比当年NBA季后赛总奖金还要多出近一倍 电竞职业选手们早就告别了网吧 住进了豪华装修的训练基地 吃饭有阿姨训练有教练 还有分析师队一理疗师 年薪百万千万的都不新鲜 因为资本也嗅到了 电竞狂热当中弥漫着金钱的香味 互联网电子快销金融汽车等各类赞助商排成长队 2020年苏宁旗下的SN电竞俱乐部 成功地杀入了全球总决赛 社交媒体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6.4个亿 苏宁一夜之间也成了话题之王 而苏宁付出的只是每年区区3000万人民币 不到全年广告支出的1% 而真正让电竞跑通体育产业逻辑门的说到底 还是数字经济 电竞的上游是芯片AI万物互联 今天卖AI芯片的英美达当年就是做游戏显卡起家的 电竞下游是直播视频 社交媒体 是文语产业的蒸蒸日上 电子产业生机勃勃 热搜头条霸榜狂魔 同样都离不开年轻人们对电竞的热爱追捧 以及一轮轮的造福狂潮 电竞的未来甚至可能是人类大脑身躯 与电子器械紧密结合的智能时代 不信你看AI VR AR 这些浪潮迭起的前沿科技 最先也是最容易应用的场景 就是电竞 中美韩三家主导下的电竞产业 在数字经济时代 已经是鲜花灼井烈火朋友了 当年的几个富二代 一群蹉跎少年 用外人眼里的瞎胡闹 无意当中 打开了四十大道的山中宝藏 踩中了历史的进程 杭州亚运会开幕就在远前 将有这么一群少年身披红旗 站上冠军领奖台 迎来自己的人生高光 而这也将是电竞 进入黄金时代的一个最好助讲 关注小瑶 知心理性 更懂人性